嗨 大家好 今天是减肥的第四天 然后总结一下 今天一共吃了两片葡萄面包 然后两根香蕉 不到两根香蕉 因为两根香蕉都是后面的三分之一的部分 大概都坏掉了 所以都丢了 然后一个苹果 然后今天因为太饿了 所以吃了三片的普通面包 加烤三文鱼的酱 然后回来之后 因为今天吃的比较好 多吃了一块面包 所以去健身一下 今天的这个健身也是第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是在节食当中健身的 然后感觉没有力气 然后做的重量也比平常要减半 然后完成之后去超市买了些东西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鸡蛋 蔬菜 一袋橘子 这个是调沙拉用的酱 专门特意看了一下它这个指标 然后含糖和脂肪的含量 还有那个钠的含量都比较少 然后说到钠的话我顺便提一下吧 嗯 就是说 其实盐呢比糖还要可怕一些 如果减肥的话尽量能少吃盐就少吃盐 盐也是胖的最肥祸首之一 这个我买的这个盐是专门为了那个煮鸡胸脯肉的时候放点盐增点味 不然的话就太难吃了 这个是半公斤的鸡胸脯肉 然后两个西红柿 等一下我去洗个澡 然后称一下体重 刚刚洗完澡之后测了一下体重是81.8公斤 然后身材的话肚子这边没有明显 但是压根就没有变小 然后脸上的话可以看到脸是瘦了一点没有之前那么肿了 然后但是像我系皮带的时候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肚子的腰围是明显比以前要瘦一些 大概瘦半个扣吧 还需要继续努力 然后争取过7天之后能瘦5公斤吧 好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